哎呀老师啊有人说日军当年打南京的时候 国军不抵抗就投降了 嗯那我问你你听说过羽花台吗 这个真不知道哎我就知道羽花石哎可漂亮了 羽花石不然漂亮可羽花台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羽花台多么美的名字啊 但是每一次提起都会让每一个国人心疼不已 当年南京保卫战的血债羽花台之后 世上再无得泄施 镇守羽花台的262旅和264旅 两个旅长以及4000名官兵全体阵亡 没有一个人投降或者是被俘 那个时候如果日军打下了羽花台 就等于是打开了南京城的大门 于是老蒋就派出了孙元娘的德谢巴巴师 镇守羽花台论装备属于国军顶配 但所有人都知道 松户战场的失利就注定的南京城也守不住 但是国军还是派出了他最精锐的部队 奋力一战 这是作为军人的最后的荣耀 1937年的时候被满清养肥的日军空前的强大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相信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 中国军队拼得尸三血海 最终抗战到底 一寸三合一寸血 最终光复全部 而在南京保卫战中 11名将军战死 包括当时南京的最高长官肖三立 如果要算牺牲之后追封的 一共17名少将以上的军官 他们都战斗到了最后的一刻 誓死捍卫祖国的领土 而那些在网上阴阳怪气造谣污蔑的 我还是那句话 先涅尊严 不容践踏 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 这才是有良知的中国人